大家好,我是红克 昨天晚上双十一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 反正我凌晨三四点才睡 为啥呀 这败家老娘们不睡觉 那我得看着 那我问问很多在双十一抢产品的这些人 你们抢完产品之后有啥感觉呢 天已经亮了 已经睡了一觉了 有啥感觉呢 有人说了 那就是有钱多花点 没钱少花点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 很多很多的大动消费 它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钱 它反而是多花点了 要么也不可能让这帮大老爷们 包含我在内 对吧 心烦气躁的 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这个购买呀 这个场景和气氛一旦上去之后 真的容易什么呢 容易上瘾 你看我老婆就是这样的 明明呢就简单的买一些东西 结果呢 不是这个苗抢 不是现实抢 然后呢又减了多少 再补一系列 那个热抢篮 全是同类的产品 然后智能化推荐 太可恨了 你知道吧 特别是在败家老娘们消费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买一个口红 或者说你只要点击某个品牌的 哇 瞬间围绕着周边品牌 这种同档次的 同个类型 同一个关键词的 全给你来了 你不用找 它自己就找到你了 我这个太可恨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们这帮女孩们 或者说这帮 成了家这帮老娘们 是吧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太幸福了 太知悉 知我心了 这个平台天猫 京东平台 这个知我心 比我老公还了解我 你看我这么一扫一浏览 他就给我推荐了 结果呢 结果你家的钱就悄悄的就没了 然后堆了一堆的物流的盒子 其实我们来看一看 都说我们现在的消费理性了 那我们京东双十一真的是理性吗 我告诉大家 京东双十一从出现那一天 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不留神 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东西 结果一不留神兼职了十年 所说的一不留神是什么呢 是天猫刚成立的时候 要什么 要形成一个跟淘宝啊 有一个特色 结果呢 这个张勇呢 无意之间说 咱们创造一个叫做气氛营销吧 你看我们第二张 新教材当中就一个叫气氛营销 就是你卖人也好 卖时机卖地利 这些套路 最牛的就卖气氛 你比如说奥运会的气氛 是吧 国家元首来了时候那种气氛 所以气氛营销是我们商业当中的 那是最牛的王道营销 张勇说 那咱就做一个王道营销 咱就做一个季节 叫做双十一 双十一本身就是骂人的 叫光棍嘛 说什么 说你担着你 你什么呀 你担着你丢人 对吧 然后别人不爱你 你自己的爱自己 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叫做什么双十一 结果呢 你会发现 现在买东西的都不是光棍 光棍的在双十一很少买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种判断 这种说法 对不对 都是什么呢 都是有男朋友的 有女朋友的 有家有业的这些人买 结果变成什么呢 变成相互之间男女馈赠礼品的一个节日 今天我老婆还说 双十一你不给我买东西 你还磨叽了 我就在想双十一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那个一一一到四个一光棍 对不对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老婆说 双十一你必须得给我买 那我说秦春节给不给你买 圣诞节给不给你买 对吧 一年春节 对吧 你这个 所以就什么 就是双十一事实上是什么 是给了我们那个最冲动的 最感性的 最有冲动性消费的 最盲目跟风的这个人群的一个 购买的理由 这个太牛了 你会发现我们的创意者和我们的商家 都在寻找一个什么 购买的理由 购买的借口 说我为什么要买东西呢 比如说你明明可买可不买的 忽然之间给你一个充足的理由 你就会理直气壮 好像你不买 都负了多大的罪恶感似的 这就给我们这些女人 特别是女人 一个什么充足的理由 双十一跟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待双十一 它是一个理 不是理性的一个消费 它购买过程当中很多很多 不是说我条件人需要购买了 是一个冲动性的购买 买完可能很多人就后悔了 其实那个东西用不上 我看了那个价格和标签了 那个价格标签当中 我喜欢看海鲜 喜欢看酒 我一看 这个海鲜的价格 其实你加上运营费 加上促销 其实跟我们平时买的 其他平台买的还未必是便宜 对吧 但是那一瞬间的感觉 是不是不一样了 所以呢 双十一天猫才创造了 这么牛逼的一个业绩 两分钟不到不到 一百亿 你想过没有 中国才多少亿人口 对吧 一百亿的销售人 然后两小时是什么呢 是一千亿 全天的话是一千六百八十亿 就一天一千六百八十亿 你想想吧 然后呢 是什么物流快件 据说堆积的是一亿 一亿分快件 所以是谁成就了天猫双十一呢 是那些大众的 比如说每日一套 比如说这些社群化 卖便宜衣服的东西 双十一他休息了 我就问他 我说哎 姐妹 你这上个月 一晚上卖出去十几条 那个女士的内裤 口红 你这一晚上都卖出几万份 你今天双十一你咋休息了呢 红贺别说了 为啥呢 京东都开始打特价了 我们这些人就靠便宜来来卖的呢 那你说我们不休息 我们干嘛呢 我就问他 我说京东能够天天双十一吗 他不能了吧 所以你们应该做什么呢 做了除双十一 那之外的364天365天 你们就成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呢 看京东 才什么 才思考我们的创业和我们的经营 不是看笑话 我相信啊 或者说我建议啊 这些女人啊 在遇到双十一的时候 应该跟自己的老公研究研究啊 这种做一个创业者和经营者 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啊 他们的气氛营销啊 他们的销售策略啊 他们的产品的排列 他们的什么呢 价格体系 你们才是一个创业者 不都说大宗创业吗 一方面做一个消费者来 忙不来拼双十一 另一方面还是我要创业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方面被人家双十一给玩了 另一方面还要什么呢 还我要创业 那你说 你既保护不好自己 又不能够有一个竞争的手段 是不是就是空谈创业呢 空谈斜杠呢 空谈自媒体运营呢 是不是 我想的是这个道理 好了 我是红克 每天呢 都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的事情 喜欢我的呢 可以关注我的今日头条 我的直播的话呢 是在一直播啊 一直直播的 那一直播啊 被心脏收购的 那个直播平台 叫一直播 可以搜索我的名字 孙红赫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每天的直播了 好了 拜拜